今天晚上的第一场比赛是荣公队虎风 将黄色球衣的荣公队拥有国手王重坚等人 上半时曾经以33比3比1领先 但是以南山当中为一场比赛 在下半时努力反攻 在最后一节比赛中反败为胜 最后三分钟以68比64领先 是荣公队四季全师 中场女工队以77比73圣岳荣公队 第二场比赛 育龙队四海白队 穿红色球衣的育龙队 有陈恩忠吴建国等国手 一开始曾经领先 但是四海白队发挥了年轻队伍的通信 以21比20开始比赛 上半时以39比35压扶育育龙队 下半时双方立军三次打中平手 育龙队在最后六分半钟才有领先 中场以73比65厘胜四海白队 第三场比赛 陆光队对四海蓝队 陆光在开始的时候攻势盈利 是穿红色球衣的四海蓝队无力应付 上半时陆光以35比24领先的第一分之多 下半时由非投队班级组成的四海蓝队 发挥威力 努力追赶 使双方形成拉拒战 中场四海蓝队以67比65 点胜了陆光队 中altung双方形成的四海蓝队